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却掉入了陷阱被大批改造人重重包围 于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拯救地球之战即将打响 在读个看来该电影还是非常值得观看的 首先是选题 中国的电影多数是以爱情古装神话为主 科幻片一直很少 即使偶尔化很新口味也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也不会出现审美疲劳 然后该电影从预告片来看 不只是单纯的科幻片里面包含了爱情的元素 主角的爱情结局虽然不是特别完美 故事也特别曲折 但是增加了影片的悲伤程度 让剧情不再单调的悬念 还有一个是该电影画面丰富 未来怎么样只能看我们的脑海想象和特效呈现 而该电影表现出来的特效比较真实 无切高于现代 打斗场面十足 非常值得一看 最重要的一点来了 那就是里面的小姐姐太好看了吧 两位美女战士拯救地球 什么近身搏斗啊智商啊 都不输于电影中的男生 打起家来又挨又撒 能暴揍反派也能够拯救世界 可能这就是女生帅起来就没有男生什么事了吧 以上就是电影超一只荒漠地球 总体来说非常值得期待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